许多宗教团体除了引人为善之外 也相当的关心公共事务 尤其是发挥爱心 阿联区的光德寺特别捐出了一台 消防警备勤务车给消防局的阿联分队 由市长陈菊亲自受赠 崭新的消防警备勤务车 让人看了眼睛为之一亮 阿联区光德寺有感于地方救灾装备不足 于是发挥大爱斥资上百万 捐赠消防警备勤务车 给消防局阿联分队 并由市长陈菊代表亲自受赠 陈菊市长肯定光德寺关心打火英雄在设备上的需求 并对于四方经常在地方上发起公益活动 无私大爱的精神令人感佩 陈菊表示 光德寺热心公益慈善事业 去年捐赠富康巴士给高雄市政府 这次再捐赠消防警备车 崭新设备能够多方面配合执行勤务 市府除了回赠感谢状 也希望在地方辅助之下 打火弟兄能有效提升消防救灾效率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